这个人事案会过吗 玉敏 李建勇的人事案 我想国民党是要尽全力 要把他挡下来 所以昨天这个委员会 他要来备训的时候 我们是从他在走廊上 就开始堵他了 所以他根本从头到尾 都没有进到 这个内政委员会的会议室里面去 那所以昨天这个场面 我想李建勇自己也非常的难堪 那为什么他自己会把自己 搞得这么难堪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应该来担任 中选会主委这一个位置 他跟苏贞昌都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请问你把中选会当什么了 你把中选会相关的规定当什么了 中选会过去的规定 向来的主委我们摊开他的资历来看 通通都是无党籍的人士 为什么 因为选务机构 他其实就是要扮演一个 客观中立的角色 他是什么 他是裁判 万一选务有发生一些什么纠纷 重大争议的时候 他需要做出一个适当的 行政上面的决策 那如果你今天用了一个 像李靖勇这样的人 他长期都是民进党里面 非常资深的党员跟前辈 我想说不定比世间议员还资深 对不对 以他的年纪 党龄差不多 年纪他大多了 大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 我以为他只是头发比较白 对啦 他看起来年纪比较大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李靖勇这样的一个角色 长期资深的民进党党员 他今天为了求官 他竟然说 你说我有民进党党员 我辞掉 注销 对 我立刻注销 这个民进党党籍 然后我从此就变成是一个 中立客观的主委了 所以你们应该要来让我当 我觉得事情 台湾老百姓眼睛有这么的不清楚吗 你过去是什么样的立场 跟角色的人 会因为一夕之间 你说把这个 党职退掉之后 我从此就变成客观中 是不是客观中 要从你过去 你的行为表现来论断了嘛 但是你看民进党 这一件事情 他就是可以这样子硬闯 在院会表决的时候 那你们会一直挡下去吗 我们当然要继续挡啊 在院会的时候 他们是透过表决 把这个案子送进委员会 但是委员会 我们就不可能让这个李静勇 进到这个委员会来接受备训嘛 因为从头到尾 他没有资格 他不应该来到立法院 昨天应该是他自己 他自己为了求官 他自己也羞辱了他自己 但是他现在对外都讲得很好听说 这不是一个什么肥缺 这不是仇佣啊 就是仇佣 如果要仇佣才不会来担任 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完全是自打脸 然后他昨天还在脸书说 请给选务机关一个机会 不要因为杯葛而阻碍改革 拜托 今天在野党的立委 听死拼命的党 正是为了怕你们破坏了原来这一些选务机关的中立性 你们来污蔑了这整个的机关的中立性 所以怎么会是你来当才是改革呢 连这样的话都可以说出口 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如果要再继续堕落下去 我们当然是不管你 但是这个中选会该是一个独立机关主委的角色 绝对不应该让民进党糟蹋至此 所以我希望李静勇你自己知难而退 真的你自己跟苏珍康说 你不要当这个位置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 他好像拼命的觉得说 是你们都不了解我 我多么的中立 我多么的客观 我多么的有能力 我来当中选会主委会是最棒的决定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太可怕了 整个中华民国 我相信还有更多是有才能 而且角色中立 逐以来担任中学会主委这个角色的人 而不是对李静勇 你到现在为止 你说李静勇不好不适任 完全只是以蓝绿来区别 你看过去李静勇的资历 他从政的 包括他的学经历 我来举例 民进党如同两号标准 不是这样吗 2010年当时国民党提名谁 张伯雅 张伯雅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可是在民进党 当时在立法院审查的时候 民进党委員怎么说 他说张伯雅是国民党的结构之一 完全不适任 李静勇他做过民进党的县市党部主委 做过民进党的县市长 那不是更不适任吗 他注销了他的结构 他刚刚注销了他的结构 马上就可以变中立了 对 他才自家多久 所以说这什么标准吗 如果张伯雅不是任 当时国民党主政 我们在野党就提出我们该反对 该声明的部分 但是你们主政之下 也还是你们主导的人事 张伯雅还是担任的吗 好再来我来看一下 蔡英文对于独立机关 他有什么说法 我找到2009年 当时国民党重返执政之后 对于二次金改要做检讨 当时蔡英文怎么说呢 他说当过去金管会 就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金管会做的 做的这个十号 实施十号公报 是独立机关所监理 做的独立权行使 总统府行政院不应该干预 虽然而言之 你看蔡英文对于 这个所谓的独立机关 他认为完全不应该干预 然后NCC的主委 就要求他逼他走 对什么两好那我再看 因为罢的不够重 NCC的主委就要下台 好赖庆德对独立机关怎么讲呢 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审中选会的组织法 你现在都选王世间考古 肯定要拿考古对付考古 当时赖庆德是立法委员 在审查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他说内政部 当时因为我们选政跟选务 还是分开的 然后他说内政部掌管选政 指挥中选会 影响中选会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也违反马英九在什么演说的时候 不会再有政治干预 去影响选务机关的现象等等 我要讲的是说 当时你们高举 这些独立机关 要独立机关都是民进行 在野的时候逞强的主张 结果执政之后 都不捍卫他的独立性 手都要伸进去 世间宜你评评你 结果你们现在执政了 我觉得王世间也非常反对 NCC现在的做法 不是 我对NCC的反对 我从头我一贯的政治主张 我认为我们国家 应该百分之百言论自由 我认为媒体能够约束媒体 只有两件事情 媒体自律还有社会压力 除此之外 我认为任何行政权 都不应该干预 那我这样讲 也有某一些部分自私的理由 就是说因为没有一个政党 永远在朝永远在野 也就是当大家交替 轮流执政的时候 那媒体是最好的反对党 他永远就跟哪一党在反对 他们基本上会站一起 一起来监督有权有势者 我个人在民进党内 我是资深 但是我人为言轻 我这个派系只有我一个人 就是奸细 奸细 奸练成立 但是我一贯的主张 我也不怕去得罪任何人 我是基于这样 我反对NCC 我认为NCC应该财政 但是李静荣 大家冷静去看 他不但学经历 他的资历很完备 他过去包括 他在担任县市长期间 其实他很多执政风平事人 他很多作为是很公正公平的 今天有立委揭发 他民国期事前担任法官的时候 曾经有一件 一次是伪造文书的案件 你们再去查查看 如果要这样讲 太多了 现在过去 因为你把他讲得太完美了 我只是提醒你 今天才有立委开记者会而已 我认为这种有争议的 大家要把它查清楚 不能拿来含沙色影